已经把我们的通报定义扩大 就是有出现嗅觉味觉异常的状况 也是应该进行通报裁剪 周二指挥中心宣布 肺炎以及失去味觉或嗅觉症状者 一律通报裁剪 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尚传指出 截至周一 台湾306例确诊个案中 至少有24例出现味觉或嗅觉异常 而且这种状况 不在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 14项典型症状当中 有些病人他没有传统的典型症状 发烧干渴 那所以我们一般把他认为是无症状者 就不会去对他进行筛检 或去进行治疗 那他可能在我们社区中会到处 还是他到处的活动 那就会造成一个隐形的传播 根据美国耳鼻后科学会资讯 越来越多通报显示 失去嗅觉 嗅觉变差或失去味觉 是感染中共肺炎的重要症状 许多失去嗅觉与味觉 却没有其他不适者 最后都验出病毒阳性反应 研究德国群聚感染的医师则表示 约半数患者有嗅觉或味觉障碍 可透过此症状来区分谁该受减 主观的症状就是 他有觉得他有嗅觉或味觉的异常 那嗅觉或味觉异常 就会造成他的食欲会变得比较差 患者他如果有觉得有这些症状的话 可能就是主动要先跟医生告知 医师建议 如果患者有出现嗅觉或味觉异常的情况 要主动告知帮助医师做精准判断 降低感染风险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 那按318